释迦牟尼佛的教会 这个才是真正所谓的佛教是教育 但是 尊敬的这位同学大德 但是我们看下面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用宗教的心态来学佛 今天如果我们用宗教 不是用那种佛教的教育来学佛 说老实在的 说老实话 你这些东西你完全得不到 幸福美满快乐的人生 最大的离苦得乐 为什么得不到呢 原因因为宗教都是迷的 都是迷信的 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 宗教都是迷信的 为什么迷信呢 你看宗教最大的都在讲求什么 两个字 哪两个字 情感 情操 情感在佛教里面 叫做什么 叫做什么 是迷信 它不是理智 它是迷的 所以宗教里头 有一个观念 你越迷 也好 为什么呢 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宗教你越迷越好 为什么呢 这样你才是真正的虔诚的宗教徒吗 对不对 你越迷他 他越好 他认为呢 你是他的虔诚的 什么宗教徒 把你啊 拉的 抓的紧紧的 让你什么 让你跑不掉 你不相信 你先看看那个现在的宗教 互相拉信徒 对不对 互相破坏 你是假的 我是真的 你要相信我的 甚至于有一些宗教比较极端的 你不相信我 我会把你打入地狱 很有这样的想法 他要什么 他要你天天去拜他 天天去贡敬他 天天呢 去供养他 你才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 我们现在很多 现在这个世间 这个宗教本来就是这个样的 很多就是这样的 互相排斥 互相批评 我才是真的 我才是真的 你才是假的 讲来讲去到最后 没有真也没有假 自己都是假的 都是搞迷信的 但是佛法不是如此啊 佛法不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佛法是诗道 什么叫做诗道 口文来学 魏文王教 什么叫做口文来学 魏文王教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时间到了 下个星期 再给大家分享